是被視為一種就是被容忍的 被寵愛的 被許可的 因為我們是小孩子 而這種對小孩子式的象徵性的比赴 容許了酷兒 但是也讓酷兒成為就是 就是說島嶼邊緣1994年的專理起家 一直甚至到可能十幾年來了 十五年左右 就是它就是某種補充跟滋養體制的 再生產性的某種東西 它是多出的東西 就是類似英文講的那種object of essence 就是它多出來了 它很必要 它被關愛 它認為酷兒很酷 很可愛 很淘氣 很囂張 你是必要的 你也在這個象徵性的家庭 如果說我們不是子純 就是真正的家庭 學校也可能是有這樣的一個比喻 學校可能就是說有十個同志研究的老師 可能要有一個酷兒研究的老師 所以我就變成那十個當中的那個第十個這樣子 那時候在一種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這種家國女性主義 常在同志的一種就是家之下 這種家 顧兒其實還是很需要的 就像說你就算每個人都成家 你還是有一個怪星期 怪哥哥 怪姐姐 怪叔叔 怪阿姨 他其實很有趣 很可愛 然後你就是 就像凱塞來說的 在婚姻當中你都讓他出現 然後講一些就是非常可能性冒險也好 荒唐的故事 不從的人生 你就跟他玩一玩 然後你就把他推回去做好拜拜 就這就是酷了 大概到這幾年前為止 那接下來談到這幾年當中 其實我自己和這些議題的關係 那婚嫁一定是其中之一 然後這幾年其實我的位子又好像又被取笑的說 又變更主流了 因為其實是一個學術研究員 然後現在又變成了一個大學老師 那大家會說就是說在這種 有一些議題當中 酷兒的對於性或性別的辦法是歡迎的 比如說我在這幾年第一次比較 就是不做那種高理論 龐若文學科幻小說研究之外 寫的一些別的東西當中 就大家就是鼓掌的東西 這會很有趣 因為明明是一個同一個理論位置出發的 那在2012年初的時候 台鐵公共庭事件就是爆發了 然後爭議很多 大家都要來就是發聲的時候 那我寫了一篇就是非常反感 一種母解女性主題的文章 叫做《恐怖的對不起》 來支持小羽這個青少女主題 大家都很高興覺得說酷兒好吧 酷兒就是支持公共的性 酷兒對這個東西就是分析的可能很閱歷 然後接下來呢 第二個就是比較微妙了 就接下來我對一個事件 就是那時候三月底 士林的文靈院的王家要被拆除的時候 我也注意到這個事件了 然後我也以一個就是酷兒研究者的位置 酷兒理論者的位置去寫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可能是要跟別的文章做對話 也就是說傳統的左派 也就是類似昊宗哉講的這種 我認為其實只要念人文學的大將 都還是可以理解的這種傳統 但是非常不受歡迎的凝固的左派 教條的左派 那其實一方面跟某一篇 就是張無欣的長文做對照 另一方面其實在回應聖雄提出的 非常我認為非常棒的觀念 就是說曾幾何時同志小孩研究生 無論是不是十八歲以上或以下 成為一個集結體 在守護一個和自己沒有關係的 也可能這輩子都不會想要有 也並不真正有感 但是卻會被動員 也不自覺的受到召喚的這種關係 那當我開始寫這一篇的時候 其實居住權的議題向來都被放在 就是你有這個房子或你擁有這塊地 那就一定是你有這個居住權 那其他的人就看著辦吧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除了擁有的這個資本主義性之外 還有點很重要的就是說 即便在擁有之內 一個三代同堂十人的父慈子孝母順 女兒公順的家庭 是會被標出來當作模範版本的 而酷兒的介入其實不是在告訴你說 就不能告訴你說這個是不對勁 這個對於家或居住的想像不應該是這樣 而是一群有的也自認自己是酷兒的年輕的學生 跑去王家自稱為 比如他原來叫陳曉明他變成汪曉明 他原來叫做李曉紅他變成陳曉紅等等 那這個時候其實酷兒就開始更不受歡迎了 因為他不再只是一個說好聽的故事 淘氣的一些淋漓葉讓你覺得 就是在夜晚要得到安慰的一種 一種故事生產者 酷兒開始很認真地介入公信義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不對勁了 那我想講的是說其實這兩個東西是 我這幾年來會很認真的要做 那因為認真 所以酷兒好像並不可以是當作一個玩笑了 即使是一個玩笑 他可能也是一個就像某一些神話傳統當中的 那個Joker他其實是有很強大的 就像何順說的破壞力 而在婚家當中其實就更就是更加的讓人不樂意見到 就是酷兒如何去想像婚姻家庭的國家 這三個層面我的回應是說 其實如果說酷兒有什麼功能的話 一方面當然是要持續的置疑 既有的各式各樣的婚姻家庭的想像與構造 另一方面即使是已經在婚姻之內 酷兒所可能有的一些作為跟能力 可能就是如何去騷動 比如說有些性的酷兒如何去搶人妻搶人夫 有些酷兒如何是把女兒帶壞成小拉小T小婆 有些酷兒如何就是藉由不生產 就是剛跟生殖無關的方式 如同就是吸血鬼把你咬一口之後 你就變成了就是另外的小吸血鬼 我認為婚姻其實這個關鍵點 可能更應該持續做這樣的事情 那如果說就是婚姻能夠更加的去做 我也持續在做當中 我認為多少可能先提前回應一個不斷來說 婚姻適合回家被婚並沒有功能 或沒有作為這件事情 實際上作為跟功能早就在這 持續進行的這些動作當中了 而這些動作並不比家國女性主義 持續要用修法來得更加的 不有生產性 它的生產性可能就體現在 在做很多個小朋友青年當中 那其實今天其實我除了講到這個 我想多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幾天其實我們在課堂上 談了就是酷兒神學 那我想講一個東西很奇怪 說目前大家都會就非常討厭婦姚姚 這我同意我也非常討厭 那我覺得他們非常笨也是 可是我覺得不應該有一個想法 是把顧家的基督教徒等同於 基督教神學 而同志跟基督教律分開的 如果說酷兒其實有什麼騷擾性 我覺得應該有可能 也需要發展出一種 把基督教如何妖怪 酷兒化的這種神學 拿回來自己講 講耶穌是多麼的一個 可能是一個跨性別的耶穌 多同性的耶穌 回家背後的耶穌 鼓勵什麼媳婦背叛婆婆 鼓勵兒子出走家庭的耶穌 而這些東西早在所謂的 被寫出來的經典當中都存在 如果說遲遲續續的大大小小的 故我的共同體能夠去生產什麼 我認為其實就在現在當中 謝謝 很好 很喜歡聽到那種酷兒觀點的 豐富的展現 是啊 耶穌已經說了 他來這地上不是來要人很好 他就要動刀兵的 叫大家彼此打的 太好了 太熱烈了 好 我們下面的話由台灣跨性別權益行動會的 序寬來發言 最近這個跨性別議題很火紅 大家也許沒記憶到 在新聞上都已經報導出來了 我們的政府跑到很前面 就是跨性別團體講的所有的東西 幾乎都可以誠心 什麼都不用看了 就可以換身分了 就可以這個那個了 進步到常年做跨性別運動的朋友們 瞠目結束 什麼時候我就在地上 什麼時候我們有出現一些很新的人權鬥事 其實大家在YouTube上常常看到 好 我們先來聽高雄寬 我對性別運動 對溫家這個議題的想法 其實很多也是從跨性別運動來的 那最近 剛剛葛老師提到那個 有人衛福部開了一個會 那有一些人權團體就放出了風聲說 衛福部已經做出了 這個變性可以不要任何醫療認定的這個條件 這個風聲一放出來之後呢 我身邊所有的朋友都告訴我說 太好了 跨性別人權往前跨進了一大步 這是太好了 那我就接著跟他說 對呀對呀 這樣真好 這樣子人就可以自由的更換性別 可是他一聽到自由更換性別這幾個字的時候 又突然想到 這樣怎麼可以 這樣在女趟裡面就會看到雞雞 這樣怎麼可以 就是人權這兩個字已經大到人已經無法思考 但是你真的把他的內容講出來之後 他就開始恐慌 這個是我在 我覺得這個現象在婚姻的民權 這個議題上面其實也很清楚 伴侶蒙提出的三個多元成家法案 強調人人可以自由選擇想要的結伴成家方式 甚至不婚也是一種選擇 這股自由平等為名號召到廣大的支持者 但是大家支持同婚的動機和背後盤算並不相同 例如 衛福部可能支持同婚 衛福部支持同婚可能是希望同性戀 可以維繫一對一的穩定關係 不要性濫交 這樣子可以防治愛滋傳染 政府支持同婚可能打算年老病殘的同事 可以被家庭照顧 異性戀支持同婚可能是相信同事也有堅爭 一生一世堅守諾言的情感 這種人應該跟異性戀一樣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以跨性別的例子來說 政府和大眾支持跨性人有變性的權利 背後的動機是在不改變男女二分的性別秩序的前提之下 預設變性可以掃除不男婦女所造成的麻煩 那在這種前提之下開放一點人權空間給你 又例如認為火車趴主辦人不應該有 性愛自由玩多逼的人可能也支持同婚 認為伴侶沒有權利外遇或單方解消婚姻的人可能也支持同婚 不一樣差異並沒有被區分開來 拉出更多複雜的軸線來探討 婚姻家庭當中各種剝奪人們自由的結構性因素 其實家庭和婚姻平權的軸線相當多 比如說婚姻中的男女平權 同性婚姻平權 家庭中家務分工經濟平權 婚姻中中間除罪的小三平權 自由解除婚姻權 亂倫平權 未成年伴侶平權 單身平權 家庭內外情慾自主平權等等 我當然這些平權是開玩笑的講 因為現在平權實在太大了 什麼事都可以平權 但是如果我們不面對這些 每天都在發生的婚家重要內涵 怎麼可能撐出自由選擇和多元組合的空間和條件